《明日大嶼》公眾資訊即將在3月31日結束 環保團體綠色和平 今天聯同中大經濟系前副教授關卓趙 發表《明日大嶼對香港的公共財政危機報告》 研究香港未來的公共財政狀況 和《明日大嶼工程對其影響》 報告根據政府2014年發表的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所使用的收支推選模型 參考經濟及統計分析常用的專業方法 以不同收入和經濟增長情景 不同融資方案等 估算明日大嶼對香港未來公共財政影響 並得出18個推算結果 研究團隊稱 按保守估計 全部推算結果均顯示 即使賣地收入符合政府預期 及成功發出基建債等融資 政府庫房都會耗盡 而且最快在2028年至2029年財政年度就會發生 到2041年債務滾傳甚至超過7萬億元 綠色和平資深項目主任陳可淳 促請政府設回明日大嶼計劃 並建議政府先優先發展棕地 例如北部都匯區有至少433公頃快屬棕地 其中100公頃更是限制土地 附近新發展區成本較填海低 他指政府多次強調現時非討論 做還是不做明日大嶼已是如何做好 質疑當局漠視項目可能引發的危機 形容如墮入深淵 直言是如何都做不好